裏的丟掉可本 任誰 無法定義的我們 劉川楓 你在生氣 你到底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在裝傻 抱歉 嚇到你了吧 我白死了 知道證據我的記憶 其實沒什麼原因 想把你帶在一起 這個 你怎麼會有 我已經買很久了 只是沒有勇氣送給你 送給我 我不知道我現在說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突然 但我不想再欺騙自己 對你的感情 莉保 我喜歡你 而且喜歡你很久 最幸運 最聰明的事情 最聰明的事情 就是能夠 愛上你 想和你搭飛機 四處去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已經看到了 我已經看到了 你 其實沒什麼原因 想和你待在一起 想和你待在一起 在一起 牽著手走過的風景 這一生最幸運 最聰明的事情 對不起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什麼意思 沒有蘭達的家 就像黑白電影一樣 完全開心不起來 難道 是我出門沒有關燈 該不會是家裡遭小偷了吧 超小偷 超小偷 安達 你終於回來了 你到底去哪裡了 我快不能呼吸了 放開我 我對不起 看你這麼想我的份上 等一下煮好吃的給你吃 歡迎回家 我真的好想你 我也好想好想好想你 我是真的很想很想你 再保險 來 多吃點菜 你這陣子 是不是都沒有好好吃東西 怎麼看起來這麼憔悴 你不在的時候 我吃什麼都沒有味道 我終於知道 什麼叫小別勝新婚了 這陣子 我也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那 安達 我們不要再分開了好不好 好 來 倒個小菜 好 這個時間點會來的是 是桃李 來 我去看 老季 你說蘭達回來了 是 在裡面 蘭達 阿喜有跟妳一起回來嗎 沒有 我自己先回來了 為什麼 蘭達 妳可不可以老師跟我說 阿喜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哪有出什麼事 就我們姐妹旅遊而已 我學校還有事情 我就回來處理 那她想要多晚幾天 就留在那邊了 可是不對 如果真的是度假的話 好 手機為什麼要關機 是 蘭達 阿喜那麼喜歡玩社群軟體 這次卻沒有什麼打卡照 網美照的 這很不對勁吧 她要去哪裡去幾天 這是她私人的事情 我又不方便透露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知道的話 那等她回來的時候 自己跟你說 我 我今天長途奔波 我好累 我先回房間休息了 好 妳先回去休息 蘭達 好 妳說累 一定要進去休息吧 可是我話還沒問題 妳很危險 蔣醫師這麼在意阿喜 我看她是開竅 有譜了 妳聽我講 妳再怎麼逼問她也沒有用 好 這樣好了 妳先回去 有什麼消息我立刻通知妳 好 交給我 可是 別再可是 來 起來 妳就回去吧 休息一下 我來問 問出來跟你說的 好 相信我 相信我 妳吧 我喜歡妳 而且喜歡妳很久 不可以哭 劉川芳跟我告白了 她要講出這些話 需要多大的勇氣 對不起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這樣拒絕她 她一定很傷心 妳也不用再暗示我了 好 我答應過妳的事情 我自己會遵守 在高中畢業以前 不會談戀愛 好 我有什麼資格找大猩猩 她也是被我傷害的人 我現在還可以找誰 對 對 我可以去找打空 我心思的情感在受災 被突發的意外 把未來給毀壞 阿喜 阿喜 妳還好嗎 如果有任何事情 一定要跟我說 注意安全 蘭達 妳再傳簡訊給阿喜 沒有 我就是看一些文章而已 來 我抱一下 我好像很久沒有抱妳了 我現在抱著妳的感覺 好好 這麼想我 還散角 那妳要答應我 以後不管去哪裡都要告訴我 不要讓我擔心 好不好 我保證 以後我不管去哪裡 都先跟妳說 蘭達 妳知道嗎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父母就離開我了 我知道 妳落職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後來我搬去跟我阿姨住 我阿姨跟我宜仗 雖然是老夫老妻了 但他們非常恩愛 妳知道他們是怎麼維持 愛情的溫度嗎 他們總是坦誠面對彼此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都會一起溝通 一起面對 我知道妳跟阿喜 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 所以才沒有告訴我們 但身為妳的男朋友 我是真的很擔心妳 對不起 害妳為我擔心 那妳要不要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可是我答應阿喜不能說 好啦 其實是因為 因為阿喜的恐怖情人出現了 所以她為了躲她 不得不離開一陣子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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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捨不得 因為阿喜